HELLO Q的兩房單位會是怎樣的呢? 不如我們先從入門口開始 看一下有一個叫做Pow the room 進來客人可以在這裡方便一下 洗衣機放在這裡也可以 裡面有很多櫃層架都做好了 一個設計的概念 然後我們慢慢走出來 你看一下這裡的廚房 整間房子很寬敞 沒有局促感 我正在介紹兩房的單位 除了雪櫃之外 其他眼見的發展商交樓的時候 都會給你 因為有一個island在這裡 站在這裡 看一下你煮飯 吃一下東西 喝杯東西 聊聊天 如果不想動用飯桌 今晚只是兩夫妻 基本連飯桌都不用動它 這個就是用餐間 來到這裡就可以進去客廳 客廳的面積相當寬敞 啊 偷偷地坐下人的椅子 這些不包的 家具 裡面呢 就會有很大的電視機 你都安裝到了 然後 不多樓有的東西出現了 就是露台 這個就是露台 現在呢 大運哥出來露台 在露台呢 他跟隔壁一個睡房是打通的 聽這個 看看外面的景色 那在這裡呢 我們看下去樓下 現在我們身處是32樓的 你見到有Sheraton Hotel KL Tower 在那邊有TRX 中間就是118 這裡一下去樓下 其實就是一個mono rail station 來到這裡看呢 就更清楚了 那在這裡看下去呢 你看到有Sogo 有UOB Union Bank 那是一個密集式的寫字樓區 所以就不受租了 然後由這邊的露台 我們走進來好嗎 這一間房 那我們開到呢 兩個小朋友的單人床 很寬敞 工作間 就是做功課 衣櫃 然後就會出來 然後就會出來 哇 這個面積呢 這個目測都相當大 這間房 擺到兩張單人床 那在走廊這裡呢 我們走出來 就開始看主人房了 那還沒看主人房之前呢 其實 都還有一個洗手間呢 是方便正說那間房的人使用的 有棋光啦 面盤啦 擦牙啦 合物都方便的 開始進來呢 就是 主人房 You are welcome 主人房呢 那個洗手間都很寬敞的 可以在這呢 做 真的做了伸展運動 都可以 那麼大個廁所 那進來這裏 主人房呢 當然會有 他自己的化妝間啦 看電視的地方啦 這個房是沒有露台的 雙人床之外呢 就有 一個很大的 三櫃啦 OK 那這間就是 一千四百尺 左右的 兩房 在Q那裏的 OK 那就多謝大家的參觀啦 拜拜